藝人黎素賢在去年12月 北角家企燒炭離世 中年46歲 日前家屬為她在香港殯儀館獸山堂切寧 現任老公許智正一大組到場打點 雖然戴著口罩 但都明顯見到她雙眼通紅 神情愛傷 可見經過大半個月的時間 她都還未平復喪妻之痛 靈堂以白色簡潔布置 中間擺放一張黎素賢 生前穿著黑色勞兼裝的遺照 環面上寫著往生淨土 現場擺門不少花牌 前夫盧維光的花牌被擺在靠近家屬位置 非常顯眼 另外還有不少圈中藝人送上花牌 包括成龍、林文龍夫婦、洪代林夫婦等 大約下午3點 日中親友陸續抵達靈堂 而黎素賢和前夫盧維光所生的兩個兒子 也趕回香港送媽咪最後一程 許智正全程未接受採訪 而靈堂門口位置 更加擺放屏風遮擋傳媒拍照 一路走好啊Bonnie 有夢見 ح嗎 屁股 有 很 超